市長,這一次呢,我們這個販賣機之亂,在網路上是這樣子稱呼的 那在這個政壇裡面掀起風波,你很厲害喔 你一個販賣機,現在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還有秘書長跟秘書長他太太,都要出來 秘書長他太太是接受,他是某公館國小的家長會長 在接受某媒體訪問的時候也出來講說不要裝這個販賣機 我想要問你,覺得市府現在是招誰惹誰 怎麼議員監督你是應該啦,怎麼連民進黨的主席跟秘書長跟他太太 全部都出來還有立委候選人,講你這個販賣機的事情 你覺得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啦,我們那個各自那個也是規則 沒有,我問你說為什麼這些民進黨的高層他們都對販賣機這麼有意見嗎 你知不知道原因 那個局長我在問市長,你等一下 我覺得很奇怪,我都不選總統他們在打我幹什麼 你覺得他們今天講販賣機的事情是因為在政治上面有考量 是這樣嗎市長 不是啦,他甚至喔,他現在是用弊案形容現在販賣機之亂喔 他說你道歉他就,羅恩嘉說的,你道歉的話他就不再講這個販賣機弊案 這是弊案嗎市長 那弊案他,他狗屁的,他弊案什麼東西 狗屁喔 好,很有概念 好,局長你等一下再講,你很多要檢討的地方 是 好,我現在要跟市長你認真討論販賣機之亂裡面的細節 好,政治上的我不曉得 但在政策上面,我覺得有一些地方真的有疏忽 所以呢,我建議市長,你要好好緊盯這個教育局 校園其實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環境 在你導入新的政策,新的文化的時候需要很多溝通 比方說以前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推那個垃圾不落地嘛 他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做跟社會大眾的溝通 可是我認為這一次的溝通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為什麼教育局是讓廠商直接去面對校方呢 這麼重大的一個政策 所有的國中小都要裝的時候 應該教育局他主動的要去輔導嘛 結果面臨的狀況 市長你看這個投影片的右邊是校方跟我的投訴 好,我估影其名校方的投訴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一開始就收到廠商的決標說一定要裝販賣機 廠商是這樣講的喔 不是你們講的按照SOP可以選 廠商告訴學校說一定要裝販賣機 而且他還一直遊說學校多裝幾台機器 然後呢第一次進貨的時候不讓學校選擇商品 他說呢因為進貨時間也不告訴學校 他說這個有讓校方會有管理上的困難 校方這樣講 然後跟廠商反應的時候 廠商說所有學校都是這樣啦 如果要改商品的話去跟進貨的講 有這種事情嗎 教育局你在第一線的場域裡面 你的廠商是用這樣的態度跟學校溝通 怎麼可以容許 好,然後呢負擔販賣機的電費 請教應該是廠商要負擔對不對 可是廠商只給學校兩種選擇 第一一個月480塊電費 第二一度墊5元電費 那廠商學校每一個學校 他可能行政契約容量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如果連電費的溝通都是我廠商做了算 你學校二選一 今天校方會開心嗎 一定不開心嘛 再來能不能設定0元以上的扣款金額 設定在30塊 讓小朋友不會把他回家的搭車錢花掉 廠商說他做不到 教育局這個部分我要求一定要回去檢討 是不是可以留一個搭車錢的金額 讓他不要扣錯款 好可以 好可以齁 然後呢販賣機扣款失敗的時候 校方聯繫廠商 廠商是一推256 推來推去找不到人處理 這一方面也要求教育局嚴加處理可以嗎 可以 所以要例如嚴格 時間暫停